爬州港澳客運口岸項目近日通過環評審批 未來廣州市民可以從爬州坐船直達港澳 張庭報道 爬州港澳客運口岸項目 建設地點位於海珠區月光中路不側 會展中心碼頭和爬州大橋之間的何段提案區域 項目建設內容包括 碼頭和臨時口岸聯盟辦公室、後船室等配套設施 其中碼頭總長280米 將建設5個500區T客運船泊位 5座固定隱橋 5個客運泊位設計遊客年通過量超過160萬人次 聯檢大樓一共三層 首層架空通過連郎和碼頭水上固定平台 後期會展塔中合體 會展中心有軌電車站連接 未來市民可以從爬州坐船直達香港機場 香港市區和澳門 多了一項旅遊的交通工具挺好 地鐵都叫做OK完善 這是第一個配套 外國去到香港 再由香港再上來方便很多 現在的陸路已經有 港珠澳大橋、港深高速 如果你再多一條水路 當然最好 好的 帶動得到 一定帶動得到 口岸將有效增加客商來水參展的出行選擇 提高交通便利 提升參展體驗 擴大爬州會展業的輻射影響力 還將有利於提升越港澳大溫區內部連通水平 增強廣州市綜合交通酸紐功能 推動引令越港澳大溫區融合發展 廣州電視記者張亭的報導